进去电影院 继续拯救世界 哈喽大家好 我是地下十一楼的孙琪 本期给大家介绍一部法国喜剧 借口公司 阿静和好静有小光头 创办了一个借口公司 顾名思义就是帮助客户 用合理的谎言解决问题 还有 福知牧一夜勤后见家长迟到该怎么办 找借口公司 不想加班想要看球赛怎么办 找借口公司 身为明星不想被知道兴趣向时该怎么办 找借口公司 身为一个视频UP主想要脱更该怎么办 借口公司 让你学会情商的投资 避免与他互私 爱情事业痛斥 生活更有意思 你还在等什么 赶紧联系我们吧 赞不赞 超赞的 公司业务站在日上 阿静又照片那个炙手 没问卤败 就在完全递单回家的路上 主要妹子突然约她吃饭 不行 我 不是问你 小灵 我说过我不想有束缚的 我不想浪费时间谈恋爱 来放点音乐吧 我是三七的歌迷 我也是 耶 小光头吃醋了 他把阿静拉到一边诉苦 怎么了 你和那个小表仔怎么回事 又来 我和你在一起二十年 有背叛过你吗 没有人能够取代你的宝贝 来 来嘛 男人的友谊 真是太纯粹了 连狗当然不知为他们喝彩 谁把旋风绑在这里啊 太残忍了 你怎么知道他在旋风 我刚起了名啊 善良的阿静解开了绳子 哎 旋风 旋风 善良的阿静陪同狗主人小美到宠物医院 小美非常自责 医生 怎么样了 还能怎样 狗屁了呗 逗你玩的 明天来接你家狗 小美终于放下心了 她非常感谢阿静 他们在社交软件上加了好友 之后一起打爆灵球 求你吗 谈话间得知小美是执法人员 她非常讨厌欺诈行为 阿静赶紧隐瞒了自己的身份 仿称自己是空城员 他们一起比赛打爆灵球 比分非常胶着 很快到了决胜决 你不要看我 我会紧张 你竟然赢了 阿静赶紧把旋风还给了小美 因为一条狗 他们在一起了 我是调皮的狗子 说出爱情的童话 听我说 咕咕咕咕 咕咕咕咕 你是美丽的生命 牵着我的手去 让你天涯哭 别怕我的姑娘哭 在一起后 小两口过起了 不休不扫的情绪生活 小美用你仆装 欢迎主人回家 阿静决定欢迎颜色 擦上风油巾 用激情禁欲的国体军装 迎接小美 对不起 小美没说打扫阿姨会来 我是她妈 尴尬的时光总是过得特别慢 阿静终于被岳母批准上门见家长了 可是 开门的小美爸爸 是阿静的未来岳父 也是阿静的客户 岳父把阿静拉进了小黑屋 警告他不准把他搞外遇的事情说出去 否则他也会向女儿告发阿静的真实身份 这次饭局 他们还约了寂寞邻居阿敦来吃饭 阿敦的老婆刚睡了很多人 和他离婚了 实在太可怜了 饭后他们一起发着相册回忆往昔 阿敦 这是你吗 是啊 这是我太太和孩子 后来他有了外遇 你的儿子 我们有百万分之一的几率生黑人小孩 我们运气好 重了 有人花了一辈子买彩票都没中 而我们却生了黑人小孩 那这是谁 村长 罢好人一个 6666666 这周末是岳父岳母31周年结婚纪念日 可惜岳父要去A城出差 巧的是 作为空城员的阿静 这周末也要飞西城 静姆的母女俩打算互相作陪 转岳父和转女婿四母相对 各怀鬼胎 很快到了周末 借口公司开始行动 阿静用岳父的信用卡在A城酒店留下入住记录 岳父则顺利在B城和小情人happy 岳父的偷情对象是一个180系的歌手小拿夫 空门的他只能趁着景区打折来偷情 这么好的气氛 不刷瓶香槟来庆祝下吗 这里的香槟1000欧元一瓶 贼鬼 岳父只要去便利店买了瓶10欧元的香槟 还从路边抓了一堆花花草草凑数 打算回酒店房间时意外的发现妻子迎面向她走来 她吓得躲进了某个房间的衣柜 没想到这里正是妻女的房间 surprise 小美没想到妈妈如此的浪漫 嘴上说着开会实际上已经准备好了意外惊喜 此时已经过好C成风清醒的阿静 打视频电话给小美报平安 亲爱的 我带妈妈出门过周末 你猜我们遇到了谁 谁呀 surprise 这下该怎么办 岳父躲进厕所给阿静通风报信 女儿小美的疑心病非常重 她已经谎称行李在机场弄丢了 但是她的戒指没戴就太可疑了 你的戒指呢 在家衣柜的内裤里 OK 冷静点 他们首先要瞒住小拿夫 然后去岳父家拿戒指 他们假装警察打电话给小拿夫 告诉她岳父因为酒驾打警察被逮捕了 骗子嘛 要多少钱 我们不是骗子 只是她让我来告诉你 她会被拘留一阵子 哦 不要钱啊 那随便吧 之后他们打算摸黑潜入岳父家 我先去把电源给断了 我们直接破窗而入吧 最后他们把监控干掉 顺利进了岳父家 没想到拿好戒指 准备离开的他们 遇到了来位旋风的邻居阿敦 阿敦拿着岳母的照片坐在了岳母的床上 我喜欢你看着我的样子 我真的好想你 原来阿敦一直暗恋着岳母 三人三人三观惊悔的逃离岳父岳母家 鲁蛋负责开车 但是开着开着他试睡症发作 差点出车祸 鲁蛋醒醒 鲁蛋醒醒 鲁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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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竟然隐瞒你的病情 对不起 我需要这份工作 不然我就得和妈妈住一切 我下个出口就下车 你怎么还不停车 鲁蛋 鲁蛋醒醒 鲁蛋醒醒 太危险了 鲁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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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阿敬给岳父岳母安排了红酒品尝会 让小光头负责盯着 自己则假装音乐制作的人去和小脑府会面 然而岳母像拖了江的野马 开着光光车溜了 小光头来不及跟上 此时她看到楼下有草堆 只要有草堆 多高都可以跳 小光头决定来个信仰之月 才怪 小美收到新闻快讯 C船遭遇强症 她赶紧发管信让阿敬回她电话 无奈的阿敬只能找个拖来帮她演戏 而小美即将要来到她们现在待着的沙滩 她们赶紧拉着小脑府离开 并让鲁蛋留在这里盯着小美 而岳父岳母在疯狂冒险后 感情似乎增进了不少 岳母向岳父坦承自己的问题 自从退休后她变得很无趣 已经很久没有这么刺激过了 你知道吗 如果你有了外遇 我也能够理解 那你呢 我不会出轨 因为我爱你 她们俩在海边上练习弹石头 仿佛回到了恋爱的时候 我拿着石头 你握着我的手 咱们轻轻地把石头扔出去 这次阴差阳错的计划 让岳父岳母的感情得到了提升 但一切从这里开始乱套 小美打电话给阿敬在C城的酒店 发现没有阿敬的入住记录 小美很不高兴 她怀疑阿敬有外语 逼着小美的鲁蛋因为噬水症发作 已经随波逐流 飘到了大西洋 小公头早就跟丢了岳父岳母 她乱住了一个超级英雄的cosplay现场 自己玩嗨了早就忘了任务 鲁蛋被难民救上了船 我们快到法国了 一脸懵逼的鲁蛋跟着难民一起抢摊登陆 结果警察来了 你们先走 我去拦着他们 谢谢 谢谢 去吧 他们藏在哪里 而阿敬载着小脑府的车也半路抛锚 他们被当地的牧民带回了家 牧民告诉他们 有个混蛋把他们的马图撑了斑马 阿敬吓得小脑府一起偷车逃离现场 半路出了车祸 被小美发现了 醒来的他差点暴露了计划 还好签证上有去C城的记录 病人醒啦 请坐下检查吧 对了医生 我们取消劫砸手术 岳父临走前送给阿敬一封信 经过这趟旅行 他决定不再偷情 希望阿敬能够为他保密 然而百密终有一书 拿着阿敬外套的小脑府 直接进入了阿敬的房间 看到了他们的所有计划 他回法国后把一切都告诉了记者 客户名单也在网络上曝光 所有曾经找借口的人 都得到了亲友的惩罚 小美不肯原谅阿敬 公司也倒闭了 憔悴落幕的阿敬还被客户寻仇 危难时刻 心软的小美挺身而出 小美最终原谅了阿敬 有情人终成倦属 故事结束 这个电影告诉我们 借口一旦生成 你就会不断的用借口 去掩盖上一个借口 进入一个恶性循环 大家千万不要学习哦 同类型影响天看的电影 还有之前解说过的 恐惧有限公司 意外制造公司 感兴趣的小伙伴 可以去重温一下我的解说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你们最近过得咋样 我们开了一家 修复破碎关系的新公司 生意还不错 想要了解更多精彩的内容 欢迎关注 地下十一楼的曾琪 我们的目标是 搞事搞事搞事